哈喽大家好,我是君佩 进入我们的Apex Tidermine大神 Deadward Mining Guide 又找到了几个在游戏档案里流出的资料 内容是包括几个新角色的技能 或者说有可能是一个新的角色的技能 另外还有关于重播系统的消息 新的武器和物品之类的东西 开始影片之前我要说明 以下要说的不是百分之百肯定的资讯 他们是根据在游戏里面找到的档案推断的 而这些档案都是在这几个更新中才加入到游戏里面 我们不能肯定这些资讯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是因为这些档案有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完成这些档案 或者是做到一半觉得没用所以废弃的档案 但是个人觉得这个机会不大 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些档案已经完成 Response只是在等待实际成熟才公布他们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如果大家有留意Apex之心的话 应该会知道从第二季开始之前 已经有很多新角色的资料流出 最明显的就是Crypto 第一是因为它早在游戏档案里就带着 另外就是它在第二季的宣传片里出现过几次 而这个新的流出就是里面有Crypto名字的档案 从这个图片中可以看到它的名字 然后是Croach也就是断下 之后是不同的材质 例如是草地 泥土 钢铁 这些看起来应该是Crypto在不同材质上 行走的音效档案 不过有趣的是 Deadwoman应该也找到一些 跟这些档案同样格式的另一组File 但是在名字的位置 却不是Crypto vs Blackout 正常推断的话 应该是代表这组走路音效的档案 是属于另外一个叫做Blackout的角色 但是Blackout这个名字还没有在其他流出中听过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代表一个排在Crypto之后的新角色 另外Deadwoman应该还找到一个 可能是Blackout其中一个技能使用后用到的音效档案 这个档案的名字叫Blackout Jammer Jamped Victim Sound 中文大概是Blackout干扰器 干扰受害者的音效 我们一起在这里听一下 这张图片中看到的是另外一个 有可能是关于是一个新技能的名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Hacked Gun Paws Hacked Gun是被害的枪 而后面的Paws有可能是代表Position 也就是位置 但是也有可能是代表其他东西 暂时我们不能肯定 不过下面所说的技能看起来应该是比较洁净Crypto的主题 因为他是个连驱逐站电路都成功hack进去的hacker 而这个Hacked Gun Paws如果是代表被害的枪的位置的话 看起来有可能是技能使用解可以知道某个敌人拿着的窗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技能也挺有趣 会不会像巡血犬的声纳探测 不过是着用在一个敌人身上 而且可以长时间看到他的位置呢 下一张图片里面可以看到的是 Refuse Amul for All Equipped Weapon 中文是为所有装备中的武器补充弹药 这看起来是一个技能的描述 不过如果一个技能可以把装备中的武器回满弹药的话 好像有一点太OP 因为如果手上拿着的是没有补充弹药的金武器的话 这技能可能会无中生有的补充这些武器的弹药 所以如果这真的是一个技能的话 希望这个是一个CD比较长的技能 或者是大技 下一张图片看到的是Item Dynamic Resupply 中文是动态物品补给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角色的技能 技能是掉下一个补给包 可以让自己的队友甚至敌人补充弹药 或者也有可能是一个未来会加入Apex的物品 作用跟刚刚所说一样 是大家可以捡起来补充弹药 下一张图片里面写着 Fly the Granite Pochettel 中文是发射一枚榴弹 其实之前还有不小指向Apex未来可能会加入榴弹发射器的线索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这一句可能是榴弹发射器的物品简介 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丢这单的话 榴弹发射器的存在意义在哪呢 最后就是个人觉得最希望会加入Apex的流出 这张图片写着 We play prediction smooth 中文是顺呛的重播预测 现在Apex里面没有任何的重播系统 这一句描述很有可能是关于一个将会被加入到Apex的重播系统 个人认为重播对Apex绝对很重要 就算不是整场游戏的重播 也最小加一个像斗争特工一样的死亡重播吧 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下一次就不会那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了 以上就是这次Datamine找到的所有新流出 要记得以上所说的不是百分之百肯定的资讯 但是个人最希望重播系统会在未来加入Apex 你们觉得重播系统应该如何实践呢? 希望可以重播全场游戏 而且可以在不同的角度观察战场 这条影片先说到这里 下一条影片再见 Bye Bye